好 有多家的知名服装品牌 因为响应了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位VCI 对劳动人权的禁止调查声明 而具用新疆棉 结果受到了大陆媒体跟网民踏伐持续的发酵 好 来看到有哪一些厂商呢 包含了ZARA 大家很熟悉的 还有运动品牌New Balance Nike 还有就是第一个H&M 还有就是爱迪达 Uniqlo 还有无印良品都受到了影响 好 整个事件呢 因为这样子结果之下呢 除了H&M产被下架之外 Nike 爱迪达看到他们连股价 连股价都下沙了 甚至呢 亮成了一场外交的风暴 好 现在呢 整个就来看到 包含了还有就是呢 一些艺人的部分 那么台湾艺人像是欧阳娜娜 还有陈立荣以及包含了许光翰 他们现在呢 都已经决定了 要跟这个他们所签约的一些品牌呢 先画下这个纸写 那么另外呢 包含了罗志祥看到 罗志祥呢 他动作倒是还蛮快的哦 罗志祥他直接表态了 他是支持新疆棉花的 而且呢 他立刻就用了 人民日报的这一篇 那么直接的就引用 也让罗志祥的微博瞬间有黑翻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 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第二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的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恶中国的发展 我们种自己的地 收自己的棉花 种自己的钱 怎么叫强迫呢 我们清的海绵供 不到两个月 挣一万块钱 大陆新疆棉 最近被几个跨国频道 结果这些品牌反而遭到了大陆消费者的抵制 这个风波都持续地在延烧 我们来听听今天下午大陆外交部最新的回应 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又将黑手伸向了新疆 伸向了新疆雪白的棉花 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强制劫狱 甚至种族灭绝等耸人听闻的罪行 并以此为由 对中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但是正如大家刚才所看到的 这位当年曾经参与策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前高官亲口承认 所谓维吾尔族问题 只不过是美国企图从内部搞乱中国 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 刚看到有多位的台湾艺人已经发表了声明 表示和抵制新疆棉花的品牌解除合作 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说了 他说是有些人不知轻重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尊重人权的重要 而做出不符合国家 不尊重人权的言行 另外还有文化部长李永德也说 人权是普世价值 呼吁艺人要从人类的普世价值角度来看 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替侵犯人权背书 但另外还有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表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很重视人权 有关新疆棉在国际上 特别是联合国 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都会参考 也就是如果联合国禁止使用的话 台湾就会参考跟进 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也很重视人权 那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 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都会来参考 那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的情形 我们主要是在开发这个机能布料 机能衣 那另外我们主要也是做国际品牌的代工 所以厂商的要求 我们的生产线也会配合做相应的调整 针对这个国际新疆棉的风暴 专家赖月谦就分析了 有一点要值得关注的 就是联合国正在审查 美国侵犯人权的问题 但是对新闻议题没有多做说明 这代表着新疆棉的议题 是欧美少数政治阴谋家在创造的 就是联合国现在有几十个国家提案 在审查美国的破坏人权的问题 这个才是联合国的态度 可是联合国对新疆没有表达意见 没有问题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 新疆的问题就是欧美的这些少数的 政治阴谋家创造出来的 更何况如果谈人权 坦白说 民进党苏贞昌 蔡英文 他们没有资格谈人权 他们在台湾就是破坏人权 中天怎么被关掉的 有多少人的行为 各方面受到限制 没有资格谈人权 他拨了多少人的劳动权 对 我坦白讲 就是苏贞昌 蔡英文 民进党 没有资格谈人权 所以我不想回应他们 我不想回应那些 没有资格谈人权的人来谈人权 没有资格谈民主人来谈民主 我才不想回应他们 新疆棉烈风暴延烧 好多的明星都掰了 自己原本代言的品牌 媒体人罗友之说 这是史上最大的抹黑潮 因为美国的国会被商人操控 棉花打不过大陆 就想要用丢苍蝇的方式来抹黑 整个铺天盖地 史上最大的一个抹黑潮 因为我一定要把新疆棉抹到黑 我做生意才好做 所以美国 大家都知道嘛 美国的国会是被谁操控的 是被商人操控的 包括黑枪 烟 包括棉花 所以这些棉花业者 这些纺织业者 他会跟美国国会施压 你要帮我修理中国啊 否则我的原料这么贵 我的竞争力这么差 你们美国有什么帮助我 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 你也改善不了病虫害 你也改善不了期货的价格 我干脆修理比较快 不都是这样吗 商业竞争 不要说一个国跟国 商业竞争不是也这样 我卖拉面 你卖拉面 我打不过你东西太好吃了 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丢苍蝇在你碗里面 现在他们对新疆做就这个事情 丢苍蝇在棉花里面 所以就演变了这一整挂 偏偏一些白痴 就是刚刚大家都提到的好棉会嘛 那BCI 因为他就是所有当初 每个人都以要挑最好的棉花 最好的规格聚集 其实本身没有太来问 你那是NGO 他也没有什么商业力 怪就是怪到我刚刚讲的 美国的商人操控了国会 而美国国会先搞了一个 新疆啊 就川普嘛 你看你看你看 那个东西这个样子这样子 好棉会闻到了揣摩上意 好 我跟你讲我们也抵制 就于是下面的全部都抵制了 H&M为什么那么衰 因为以前人家那一波 去年早就抵制过了 H&M没事在这时候 美中风向在安克拉致以后 都已经转变了 你还在那边跟 你笨蛋啊 所以他现在被人家修理